OK我们来回来继续做我们的项目 那么上节课我们把LCD液晶屏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驱动一下外部的器材 首先来看这节课的客户目标 第一个要掌握各类传感器的使用 我们这里边有三个传感器 要把它掌握了 第二是接电器和布进电机的使用 因为传感器采集到数据以后 我们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器材控制 根据传感器的数据来控制其他的器材 比较难的一个是DHT11 这个传感器稍微负载一点 因为它有个时序的问题 客户目标 学完这个传感器以后 你要知道DHT11它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 还有它的时序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模块 传感器 那么在传感器里边 我们第一个要使用的是MQ2 业务传感器 首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烟雾传感器 那么第一个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借它应该认识 这图片怎么看标好了MQ2 那这是个烟雾传感器 那么关于它的原理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根据一些敏感的材料 如果有烟雾的或者其他一些气体 它能解释得到 那它的电阻就发生变化 如果它的电阻发生变化 我们把它接到电路里边 那么产生跌压就不一样了 跌压不一样你就感受到了 这个就是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那么这个传感器需要注意的是 它不只能测业务 能测的比较多 那么从下面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到 有什么氢气了 假了 氧化碳等等都可以测到 然后下面有一个 关于它的被测气的一个浓度 还有本身这个传感器的电阻的组织 有个计算关系 当然这个计算关系 目前我们是用不到的 因为这公式不太好算 那我说这个是主要告诉你 这个浓度和最终输出的一个电压是有关系的 因为电压和电阻是有关系的 那么电阻又和浓度有关系 所以最终关联起来 浓度和你的电压是有关系的 然而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不要看这个表以为是线性的 因为这个表它的 整个这个表格打起来 每个格代表的数据 它就不是一个线性的 网上有些资料可能会说 这个传感器输出的值是线性的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这个模块如果输出的时候 厂家会做一个标定的 由它拒绝计算方式 那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英文刷卡器的工作原理 首先呢 这个模块你也要把电路做好了 对吧 那么如果感受到了一些 气体的浓度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输出的电压也不要 那么这个电压 加到一个比较器上面 然后简洁的输出了 那么从这个比较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这个电压 低于我们 这个电阻上面 这个电阻是什么 好多电阻器 你会看到你的模块上 你会有一个滑动电阻器可以调的 那么如果你的输出电压 和这个滑动电阻最比较 小的时候 那么它输出的是一个 高电频 对吧 那么如果你的电压 大于这个滑动电阻器就这样 那它输出的是低电频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完了 那其实如果我们的烟雾达到烟浓度的时候 它输出的是一个低电频 OK 然后简洁的你会看到这个灯泡也跟着去亮了 那么它工作起来就是 如果烟雾浓度超过超出音的范围 是低电频有效 同时会做一个灯泡 然后亮起来这个报警措施 那么普通状态下 什么也没有的时候 它检测不到 或者浓度非常低的时候 那它是一个高电频 灯泡也会亮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然后紧接着就中间这个滑动电阻器 因为它的值和我们传感器这个输出比 是做一个比较的 所以这个滑动电阻器调完以后呢 它是可以调我们的阀值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 它会感受到浓度超出来了 什么时候浓度没超出来 完全取决于这个滑动电阻器 为什么需要这个滑动电阻器来成呢 把它做成死的 什么更好呢 大于这么多就是 小于这么多就不是 因为呢 不同的地方 可能不一样 对于根据环境的需求 有个地方浓度高了 但是没有超出来指定的范围 有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烟雾 就会感受得到 因为不同的环境 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对吧 比如说你的厨房 那个烟雾是非常大的 那不可能一做饭就报警是吧 那你的客厅里边 可能烟雾浓度非常小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比较气这块 需要调节它的范围 还有一个就是 那么在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湿度的情况下 它感受到浓度已经不一样了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传感器 离你的烟雾 距离是多多远的 多近 你的传感器摆在哪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根据不同的情况 你需要调节不同的预值的 所以这个传感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注意 在你测试的时候 如果实在是 哪个地方不对的 你要调那个广洞密度器 可能它的这个门槛 电压不太对的吧 然后接下来是 我这个硬件 它的一个接口 首先它的VCC是5 当接的时候 你要看走啊 别把VCC和JND接反了 然后它的一个速度速度 引脚 这个时候我们接PC1 因为我们看原理图以后 你发现PC1呢 正好空着呢 也别人使用掉 你就可以使用PC1 然后它工作起来 它这个检测方式呢 我们是有中断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能初学者呢 会喜欢手机的死循环 去不停的检测 到底有没有低电瓶输出 然后有了 我就可以报警 那实际我们这个项目 做完以后 你不可能任何一个地方 随随便便 就拿一个死循环 那系统就没法工作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普通断杂下声音 有了烟雾呢 感测到操作你 你指令的范围 它就是个零 这时候产生下声音对吧 那如果烟雾没了以后呢 它又产生 伤生也又变成一了 所以我们整个 这个工作过程呢 把它放在中断里边 用中断来判断 上面有没有烟雾 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我们拿到的这个传感器 这个模块 首先看到它上面 这个图对每个引脚 做出一个标注 而且这个传感器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你把电源接好了 然后就一个输出输出引脚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OK 或者它有一个指示灯 正好 那你随便给一个烟 来测一下 这个传感器能不能工作 对吧 我们要确保 你的传感器能工作 才有接下来什么 写代码 下面去 放什么中断 如果这个传感器本身有问题 或者你的灵敏度压根就没调好 那个电子就被你滑烂了 它都不能工作了 对吧 所以这个传感器 在最终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测试 把5V和GND接好了 然后这个输出输出引脚 可以接一个万用表 或者什么也不接 直接看传感器的指示灯就OK了 这个烟雾你随便可以找 对吧 给个人烟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驱动一下 这个烟雾传感器 那么测试我就不测了 因为我传感器非常好测 我的传感器已经测好了 是正确的 那么把它单独放到 MTR.C里边 做一个它的初始化 在这个初始化里边 你应该知道 最起码有你的PCE引脚 初始化的把它变成了中断 而且这里边 我又加了一个PC6引脚 那么从头里边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分明器 我们感受到业务以后 会做一个报警 来看这个初始化的代码 结构定定就不必说了 然后紧接着开启到时钟 我们用的是GPIOC 开启C的时钟 然后我们还要开启另外一个时钟 为什么要开启另外一个时钟 这个时钟因为是要使用中断 接下来是我们GPIO配置 第一个引脚 就是你的烟雾传感器 那么这里边配置的时候 只要我说一下 它的模式 配置是什么输入模式的 为什么配置成输入模式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 配置成AF模式 那如果你把它配置成AF模式 你会发现你的业务传感器 那个报警指示灯 是一直亮着的 因为在那个模式下呢 它的那个引脚 默认是一个低电瓶的 我们知道业务传感器就 有业务的时候才低电瓶的 没有业务它应该是个高电瓶 那你把它接在了PCE引脚 PCE引脚呢 它现在摸上这个低电瓶 强制的把你的灯盘点亮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配置成输入模式 OK 当然配置成AF模式呢 经过测试呢 中断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这个报警 是灯一直亮着 所以最好配置成这个输入模式 下面是分清器 分清器当然是一个 普通的输入引脚了 我们让它亮一下 或者面一下就OK了 再往下是你的外部中断 我们是PCE 所以是配置之后 引脚一对吧 然后呢这个引脚一呢 用的是哪个中断呢 中断线一对吧 这个是完全从手段查上来的 那么需要说的是我用的这个中断的模式 你知道中断呢 有上升眼 下降眼 还有上升下降眼 在这里边这个中断是没有电瓶检测的 有一个边缘检测 我为什么配置成一个上升下降 意味着 一开始有的烟雾 它是一个什么 下降眼 如果烟雾消失了 就是一个上升眼 那么整个这两个过程 我们都必须感测得到 因为有烟雾的是报警 没有烟雾呢 就报警减除了 所以说这个MOD 中断的MOD 我们要配置成这个样子的 下面是中断的一个 它的号的配置 第一个 这是它的频道 OK 也就是它的中断函设 第二个 那是它的一个游戏集 那么这游戏集 我们默认了 就有瞎写了一个 但是到最后呢 我们可能有N个中断 因为每一个传感器工作时候 其实我们都用中断来检测的 所以这个中断的游戏集 到最后 然后做一个小细的重新配置 但这时候我们单独的做的话 这个游戏集就没有必要考虑了 随便做一个交配了 那么接下来 还要关心的是这个 中断处理函数 它是一号 因为连在PC 那么中断处理函数 我习惯写在这个IT.C里面 当然投文件是必须包含的 因为写在其他地方了 投文件可能就要运用过来 那往下看 我的这个野物传感器中断 ESTE 咱们中断写法 相信大家已经学过了 非常简单 然后首先要获取一个标志位 判断一下 然后把它的位置给清除了 就是清除一个中断标志位 接下来是我们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EFILS里面写的就是一个 如果来了一个中断 烟雾来了 那我们就在LC的烟金屏上 打一些字母 有个一写的 就是在抽烟 然后同时把你的风明器点亮了 那如果上升烟来了以后 就警报解除了 所以风明器也必须灭掉 然后显示的也是一个安全的信息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EFILS 这个逻辑 因为我们这个中断呢 上升而下降而都能检测 但是呢 你在这里边是无法 检测到底是上升和下降的 就判断不出来 那只有自己写一个逻辑才能判断出来 那么这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会的 非常好写的 我们知道第一次进了中断 说明有音误了 对吧 那么第二次进了中断 说明警报解除了 所以就产出了这个EFILS的逻辑 然后看点左函数 那么左函数其实就是掉下一些初始化 MK2的初始化 还有一个LCD的初始化 因为我们要用到燕心屏 LCD初始化 当然这个是红外 可以一些不要 初始化完成了以后 就等到中断就OK了 那么第一个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中断 它这个分组 你要写的第二组 为什么写的第二组 因为你在你的中断这个配置里外 有个子优先级和抢战优先级 我们知道第二组的中断是 子优先级是一个抢战优先级也是四个 四张四十六个 那如果你写其他地方 可能这个号就会操作范围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编译一下 然后下载 当然这个编译过程比较慢 东西比较多 OK我暂停了一下就编译完了 那么下载的时候 这里边我强调一下 那么有的人可能用这个下载工具了 下载 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都会 那么如果你用那个下载工具下载 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中断有问题 它进不了中断 这个是很奇葩 我拿到这个开发板以后 我就不停的测 我测了我们带这个历程 然后我发现每一个中断都进不去 然后我又写代码 用死胸环来查询你的中断位 也就是我用wale来查这个标志位 我发现了中断其实已经发生了 但是它的入口函数进不去 但也不是我的入口函数写错 我把名字都写对了 它就是进不去 后来我就采用kill 它本来有一个debug 那我们用这个debug的方式来测的话 中断就是ok的 可以进去的 那如果你们写中断的时候 遇到这个问题 反正这样 它怎么就进不去呢 你可以试着调试一下 这个时候中断就ok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将我们的代码呢 编译好了 放到我们的开发板 来测一下我们的烟幕传统器 到底是不是想象中的要工作 那我现在点一个烟 然后我向这个烟幕传统器呢 冒点烟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摄像头这块啊 大家看到它是有反应的对吧 因为我向这个 呃 优优传统器呢 在吐了一口烟 那是这么呢 我们这个优优传统器 已经驱动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教你的 烟幕传统器 这一块的驱动代码 整理一下 方便我们 下一节课的使用 我们下期再见 就准了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